《不甘被嫌棄,電波少女哭爆哭訴沈振軒》 07年入行的沈振軒, 憑劇集《前行追擊》 《試圖行者》和電影《喜愛夜蒲2》上位 原來幕後還有一位功臣 就是前無線藝人, 電波少女雷程雲 她原本是沈振軒的表姨 她一直不收紛紛地幫沈振軒增加曝光率 可惜最後被這位移身嫌棄 正所謂愛之心恨之妾 Vinny類如全勇地向本行控訴 和這位移身的反目內情 這些事不要反過來說 反過來反過來說 我覺得… 即是… 都已經不要說愛醫、移生 什麼獎不獎一輩這些 做朋友都不會是這樣 即是… 好說不要聽我和你一起吃飯 你請我吃飯我都會說多謝 即是… 她的努力有何意見 我的努力呢 我的努力… 是否一定是要保留她 不是… 我想… 女… 我叫女情文 我以前說的是女總是 我練過時女兒身 六年前,我在那張輪椅 我很辛苦才能 放兩隻腳站起來 我很辛苦才能穿一對方 我真的太瘋了 為什麼 為什麼我的人生要跟她掛勾呢 最後我想問 有什麼話想問 想跟這個 不再熟悉的親戚 沒有什麼話 沒有什麼話 我沒有這個親戚